好,那我们在讲的,如果在最原始在讲的Botanical Phyla,就是植物界这样的概念,这个其实你们就是好像应该是你们大概多小左右念的一个概念,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观念,有光合作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它的分类群在现在的系统分类群统会在哪里? 就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群,一团乱,所以你会发现呢,事实上我们在讲的,不管是年俊,不管真俊,不管有光合作用的各种藻类,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其他根本就不是单细群,所以呢,每一个分支,它的演化命运,它的各种形态构造都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讲,生物里头具有Clorophyll A,Clorophyll B,才是被真正的归类在绿色,我们在讲的绿色,真绿色植物这个部分,那包含哪里? 基本上只包含了陆地植物跟绿藻,但绿藻又是一个很大的分类群,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去区分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去看这里呢,我们从上往下看,罗藻在这里,这个是有焰光合作用的,年俊没有,但它们两个其实很静远的, 好,下面的窝边毛藻其实会跟什么呢,一些相关的软菌会拉到一起去,所以我们在讲的分类群,事实上一个一个其实都是很少分支出来的分类群,所以这里头所讲的这大分类群里头,其实在现在的系统学里头,包含了异边毛生物,包含了真菌,包含了真正的陆地植物, 那这个陆地植物事实上涵盖的是什么呢,绿色植物以头涵盖陆地植物,围管式植物,还有绝类中植物,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通通是我们称之为病系群,或者叫做腹系群,根本不是单一群耶,所以在下面讲的原来讲的L菊藻类,事实上是现在已经被认为它是一个半层,因为它包括了红枣,绿枣,螺藻这些全部在里头, 全部都在里头,所以它只是一个非单一起源的一个通用名词而已,我们在讲的所谓的MOD,所谓的真菌,所谓的黴菌,事实上也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多黏菌在这里,然后软菌在这里,事实上以现在的系统节目全部拉分开来了,无菌,平菌,结合菌,脂囊的单菌在这个区块,好,同样的呢,这边 跟台显植物,你去看台显植物理论上三大的分支,显类,交显跟台类,事实上也不是单细群,那绝类植物呢,我们在讲的广义的绝类植物,包括了石中,松叶绝,木贼,还有真正的绝类,对不起耶,一样的问题,也不是单一细群,好,那有没有什么是单一细群的,对不起, 这边真的看不到,所以就算你拉到贝子植物里头,它也有所谓的双子叶植物,生双子叶植物,所谓的木兰分支,毛梗分支,这些都存在,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讲的,原来被框在一起的分类群的,在这20年来整个系统节发展的过程,其实都已经改变了,比如说一边毛生物里头,里面有没有光合作用的系统, 有细枣,荷枣就是,一边毛的意思就是说,它在单细胞时期,有出现长短不同类型的边毛,为它的生活形态的,对不起,这三个都有,好,那一边毛生物呢,它的统一名其实有蛮多的,所以它是让涵盖的范围其实很大,荷枣,黄枣,细枣, 还有它金元相应的枣类呢,统统被放在这块里头,其实在现在的,你们在念的,它是把它放在原生生物里面,好,那它这里头呢,它的生存方式呢,如果说是,褐枣,黄枣,细枣的部分,对不起,它是光至灵性的,但是呢,其他的,它可能是辅生,可能是寄生,所以原来在我们, 早期念书用智盈跟易盈系统去区分,在这里是不符合的,那它的气体范围也非常的广,从淡水,海水到陆地,通通都有,所以,这些清源较近的呢,其实你看后面这不用你看它,因为这个是各个小的鼠,我们只要看前面,这个翼边毛枣的部分呢,它事实上包含了银枣,包含了荷枣,包含了真荷枣类, 那就是所谓我们在讲的,特相关的,细枣类,以及什么呢,卵菌,所以这事实上涵盖了两大部分,所以呢,这个部分的分类菌,已经很清楚就跟你讲,它不是单一起源,它也是什么呢,被硬放进来在一起的,只是它清源关系比较近, 那它的生长的七地呢,它有可能是单细胞,有可能是丝状枣,丝状形态的,有可能是多细胞,那它的细胞壁的部分,主要是纤维素,但是细枣类它在纤维素上面会累积大量的silica,好,除此之外呢,褐枣类它会维持大量的枣酸,所以这些部分, 其实在工业上当然应用都很大,这个我们不用去解释,应该知道,你们现在用的手机的很多金片的来源,silica,其实是由它来的,当然现在有新的一些材料,但是原来的二氧化系主要就是一些细枣类的累积物,细枣是一个很重要的矿物,那褐枣类的枣酸呢,其实你们可能每天都有接触,都不清楚而已,在哪里, 回去看一下你们的牙膏,有些牙膏里面会加褐枣酸,那它也是很重要的乳化剂,在人工乳化剂还没有使用之前,它是天然乳化剂,好,那在这些部分呢,它既然也很清楚,就要跟你讲是一边毛枣,所以它的边毛基本上是至少二,而且是不一样的,一个称之为Tristal,一个那个Vibrate, 一个称之为Zrist,一个称之为Vibrate,那叶绿树的部分呢,刚刚也很清楚跟你讲了,这有叶绿枣跟陆地植物是A跟B,其他的一定有叶绿树A,叶绿树A是所有有光合作用的生物,它所必备的一个色素,也是它的核心色素, 但是除此之外呢,其他可能在结构上就不一样,比如说一边毛枣类都是用叶绿树C,除此之外还有很大量的枣蛋白类的色素,比如说枣黄树,比如说枣红树,或枣蓝树,这边主要是枣黄树, 有一段时间呢,还特别要把这些枣蓝色素,合称为枣蓝色素,可以把荧光的蛋白色素呢,把它拿来做使用,做什么,大概在十几年前,你可以回去找一找相关的一个新闻,可能会找到一个把这个东西拿来做蛋糕,很好玩,为什么呢? 他说这样可以不用点蜡烛,晚上一关灯之后就是晾在那里,但是好像就少了一个乐趣,因为大家都还是喜欢点这个蜡烛 好,那当然它有很多应用的空间,它叫冷荧光的东西,好,那在这里头呢,食物的储存,食物的储存基本上在这里是所谓的naminary,合藻电粉 那除了合藻电粉之外,在细藻类很重要的是病品,而且它在这种单细胞细藻里面,直接会形成油滴,所以在十年前在biofile的领域,生殖能源领域呢,细藻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对象,你只要想办法让细藻长得好,你让它上下的, 什么呢?细壳打开,甚至有可能可以让它里面的油脂直接浮起来,那这个油脂收移之后呢,被认为可以做为什么? 生殖柴油使用,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想法,那当然后来随着石油的价格趋向缓和,当然这个研究就慢慢的又没有那么大的消息了,那 那当然这些东西很多,其实你们都一直有平常有遇到,有用到,只是你们没有去注意到 比如说什么呢?荷藻电粉,其实拿来做什么很多 小时候你们去吃了,在冰果市里有吃了一个叫菜的东西,那个事实上就是它,那萃取好之后,其实你不要用红糖黑糖去煮,你把它做成各种的,加果汁加果冻之后,就变成果冻,事实上是一样的,在没有卡拉椒,大量用合成的方式做成之前,其实都是用它,它是很天然的东西, 它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它,人体不会分解,所以你努力吃它,不要加糖的话,其实会变瘦 好,所以我们在讲的,所谓的醉丝或尾边,其实它主要的形态是这样 好,这边这个针织为,边所或尾边,那事实上来讲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结构,它基本上是平滑,然后从头到尾其实是比较直径,什么呢?直径是一致的,所以类似像一个边的一个构造 好,那推手呢,醉丝,它其实是有很多细纹,旁边分支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构造 所以它两个为什么称之为,一边卯,原因在这,它两个形态是不一样的 好,那整个生活史里头,它有无性兰子,有有性兰子 在藻类,你们后面在看书的时候,或看讲义的时候,最痛苦就是这个部分 随着它的各种不一样的形态,包括无性繁殖的,包子,包括有性繁殖的,就有各自不同的名词出来 一般来讲呢,具有边毛,可以有游泳能力,我们都把它称之为涌动毛子,Rossborn 那有性繁殖的部分呢,如果是单细胞系统的,当然很简单 如果是多细胞系统的,会比较复杂 那单细胞系统的呢,一般来讲是单背体为主 比如说细枣就是这样,细枣除非在必须进行有性繁殖的时候,才会进行融合 它的上下膝盖呢,会打开来,才会真正的什么呢,进行融合的一个动作,然后进入到二背体 进入到二背体之后,它基本上就直接进行减速分裂,再回到单背体 所以它是以单背体为主的施胎脚体 那同样呢,在不同的分裂群,因为这里还有其他的分裂群,它有些会是以二背体为主 但后面会自己再去讲,那这里头比较常看到的是oh my cota 所谓的软菌,这我们不会讲到,再来是所谓的细枣,再来是所谓的鹤枣 好,那真菌的部分其实我们就不仔细讲 这一大支其实是我们现在定义上的真菌的部分 那原来所谓的软菌,原来所谓的黏菌,事实上都被拉分开来 所以早期在讲的菌类,事实上那这里又会有一点补派一样 那真菌的部分呢,当然它的空用名可能是Bunk或者是Mo 那被列在称之为U my cota,这个EU这个字呢,代表什么?代表是真假的真 那代表什么呢?代表它原来我们在讲的真菌,事实上涵盖的范围比较快 那后来因为一些形态结构,资料出来之后呢,某些分枝被移除掉之后 那因为要凸显还是属于My cota,My cota是真菌门的意思 它前面加了一个EU,原因在这里 那这个部分全部是意淫的,同样的呢,它的气地在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得到 好,很简单,你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把一个面包放在桌上 隔几天会长霉菌出来 只要够潮湿,只要有包子掉进来 那个不长的,你反而要担心的 担心什么?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防腐气太多了 好,那真菌来讲,一般你所看到的 应该都是多细胞的菌食 而且呢,被认为全世界最大最大的生物体 到下为止其没有人敢真正去计算 被认为是真菌 为什么?因为它的菌是可以一直延伸,一直生长 那我们以前在课本上会讲说 最大的动物,最大的什么 如果说以定义上来讲 最大的生物体应该是真菌 因为它会可以一直进行细胞分裂去长大的什么 生物体 那也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政策出来 它到底多大 用相关的资料 利用什么呢?分子标志的方法去 结果发现整个生命区里头 事实上统一来源 没有这样的问题出来 好,那它的细胞的部分 都是几丁值为主的 这是什么呢? 真菌类特别的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去知道 真菌类的一个细胞病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其实真菌类细胞病有些部分 可以做为很好的烧烫商的敷料 好,再来呢 一般来讲它边毛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会跟易边毛那个部分呢 有一点点相同 它有些物种是有两个 边所破为边 但它没有坠丝 或者是完全没有蝶毛 会有这种东西 那真菌类它本身的养分储存是 Gracogyn 糖原 你这里不要直接给我翻成肝糖 那肝糖是因为我们习惯在人的肝脏里头所处成的糖原 基本上它在其他生活是直接称为糖原 好,那无性繁殖的部分呢 真菌类它会有这种所谓的禁胞子 它也会有永冬胞子 分类群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别 有性繁殖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呢 它一样是单肺体为主的事态交易 那为什么那时候很 在早期的时候 在系统群还没有完整的去做厘清的时候呢 它被放在植物界里 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它有Pertulation of generation 动物没有这个动物 它有细胞比动物没有 所以被放进来 原因是在这里 当然有很多的 还有特征的部分的一个相关 好,那这里头呢 大致上涵盖的分类群 包括了乌菌 包括了结合菌 包括了齿囊菌 单子菌 那细胞壁的部分呢 辨论的方法最简单 当然就是极丁实的细胞壁 除此之外呢 它是辅生或寄生为主体的 它这一群里头没有任何一个光合作用能力的 所以我们其实不会讲到 我们正在讲的绿色植物 真正我们被放到绿色植物里头呢 其实是这一大块 这一大块里头呢 其中有一个最基础的分出来的分支是绿藻 那绿藻其实在这里看起来是一个最基础的 但它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分歧 它从单细胞一直到多细胞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分类群 被认为真正成为陆地植物的原始组间 其实是轮藻那个分支CHARA CHARA这个分支 但是呢 从绿藻以下的这个区块 我刚才有讲过 所有的光合作用色素 都有叶绿素A跟叶绿素B 上面的通通都没有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的区分呢 它同一名里头 其实就已经直接在原始的分类方法 就把它称之为植物界 你们如果还记得所谓的几界说几界说的时候 它是列在植物界 那养分的取得 因为有叶绿素AB 然后通常来讲呢 所有的都是光质隐性 不要跟我讨论那个奇怪的一些植物 比如说兰花变成辅生寄生的那些 那个是又走回去的 就是说它的叶绿素出现问题 结果呢 它又走回头路 变成辅生寄生 那个是等于是逆向演化的一个过程 一般来讲 这一整大分类群 都是光质隐性的 那它的漆地 事实上涵盖了淡水海水还有什么呢 陆地通通都有 而且很好玩的一点呢 你会发现呢 其实我们现在在讲的双子叶植物 甚至到所谓的真单子叶植物 尤其是真单子叶植物 理论上来讲 它有很好的光合作用系统 它的光效能特别好 结果有一大分是跑回去到海里头 这个就是生物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明明它走向应该是陆地化的部分 结果它有一个分支回到海里头 变成海草床的一个主要的什么 主要的一个物种 比如说太来藻 就是这样 好 那七地范围呢 它的增长的形态呢 从单细胞到丝状到多细胞 通通都有 所以后续讲到绿藻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头很大 为什么呢 你们要从最基本的那个小小的单细胞 开始一路看到这个很复杂的轮兆 那细胞壁这个部分 全部都是以纤维素为主 跟陆地植物一样 有半纤维素作为连结 有所谓的各种的结构 果胶把它给包含住 甚至呢 有所谓的木质素的存在 所以这整个包括绿藻以上呢 事实上都已经改变它的液绿素 液细胞壁的一个部分 好 那它的边毛的部分 跟刚刚讲的液边毛分类群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它事实上这里头还是以边锁或尾边这个东西为主 它可能没有 但是也可能很多 甚至有些会超过 所以有什么呢 它的储存物质其实也很清楚的可以把它拉去分开来 那无性繁殖的部分呢 除了涌动胞子 禁胞子之外呢 它甚至会有多细胞的无性芽出来 它也可以进行营养繁殖 所以它的繁殖的方式更多 比如说像一些蕨类表面会形成芽肺 然后里面的芽体会出来 比如说地前有这样的特性包芽肺 里面产生一堆的芽肺 所以无性繁殖的各种的结构 还有什么呢 构造也越发的很复杂 好 那在这整个里面呢 有性繁殖的部分 就必须要一个一个去看 单细胞的当然就很简单 两个细胞融合完毕之后 减触分裂完成 它也有以单背体为主的世代 也有以二背体为主的一个世代交替 所以随着物种的不同而会有差异的存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陆地上 所有看到的植物 都是以二背体为主的世代交替 但是如果你在一些阴暗的地方 看地前 看苔藓 对不起 反过来 它是单背体为主的世代交替 那这一头谈看了分裂群 我们这里就很多了 都有分裂的一个仔细去讲 那面叠的方式呢 除了叶绿素A之外 就有叶绿素B 跟这群里面有大量的β胡萝卜素 那把绿藻拿掉 再来的就称之为陆地植物 陆地植物等于就是进入到陆地演化过程 而适应下来的 而在绿藻这里面呢 它伦藻作为最基础陆地植物的祖先 其实它一些分类群已经具有半干和条件底下存活的能力 它可以缺水一段时间又有互活 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出来 那陆地植物呢 它的所有特性 跟我们刚刚讲的绿色植物都相关 那它通用名基本上就用陆地植物 那另外呢 它也称之为有胚植物 有胚植物 漆地的环境通常就是陆域 但是我讲过了 有些植物就是会走回头路 所以它在淡水或海水里头 也有一些特定的分类群 可以回去在这样的环境下增长 那其它的增长的形态呢 基本上来讲 有些会形成所谓的Cless原液体 有些陆地植物 比如说我们在讲的绝类植物以上 开始有根精液的分化 在营养器官的部分 那有没有鞭毛 有 对不起 在这里头呢 有些还是具有鞭毛 但是它的鞭毛通常是在Sperm cell 精细胞的部分 作为它移动所需要的 什么呢 构造 因为它的摆动 可以让它向某个方向前进 那无性繁殖呢 到这个阶段来讲 基本上都是用幼苗 就是多细胞的一个无性苗 或者是营养繁殖 有性生殖的部分呢 其实是属于异形的四代交替 所以它的包子体跟它的配子体 会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外面 各种种子植物 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包子体 但它的配子体已经缩小到 无法自行存活 必须依赖在包子体上面的生长 比如说以雄性来讲 花粉粒 以雌性来讲 那就是脂肪里面的一颗黑猪 这样的一个构造 所以它已经 什么呢 改变非常的多 那 不同的生物就会有不同 比如说苔藓植物 它就是以配子体为主的四代表定 好 那陆地植物 其实呢 很多特性我们刚刚都讲过 我跟其他的都很相互不漂亮 好 那这里头涵盖了这一大群的分类群 变质的方法 你只要去看 它的包子体在这个分类群里面 它都有embryoplatic 就是所谓的胚胎化的包子体 所以你会看到胚根 配走向的一个构造 除此之外呢 它已经走向了空中传播的 碱数分裂包子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花粉 然后呢 表皮因为要适应目的的构造 产生的colical 所谓的角质层 那再把苔藓植物去掉 就进入到所谓的围管处植物 这个就可以把它说得更小 这里头最基本当然就是所谓的 bicrofighter 所谓的石松 再往下松叶爵爵 木贼爵 爵类以及后面的各个分类群 就是所谓的围管处植物 那围管处植物呢 它其实大部分的特性都还是跟陆地植物很像 甚至跟绿色植物很像 但是呢 它因应陆地的生长环境 它必须要有效的进行水分跟养分的运输 所以它整个结构里面的形成 专门运输水分养分的结构 称之为围管处 简称为围管处植物 那它的同一名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围管处植物门 所以这里跟上面代表的是一样的意思 它的生长的状况 其实都是多细胞的 而且很清楚的跟经验的分化 那它的配置体的部分呢 开始就缩小 像你在绝类植物里头 你要找它的配置体 通常是要到包植体 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植物体下面 潮湿的土壤一翻一翻 可以找到那个可能只有0.5公分 0.3公分左右的Cless 所谓的叶状体的配置体 那很清楚的包植体跟配置体 虽然在绝类植物还是独立生存的 但是大小形态已经完全区隔出来 好同样的它有没有编毛 在只有在精脂 就是Burn Cell的地方呢 还可以找得到 那这通常也是在什么呢 绝类植物才看得到 到了被子植物 种子植物的部分 对不起它也消失了 好 那它的传导细胞 就因为维管部植物运输的关系 它的传导细胞都特化出来 比如说Cell Cell 所谓的腮管细胞 形成了专门在运输养分的腮管 比如说管包Tricket 它形成了载等导管 专门进行水分矿物质的运输 那无性繁殖的方式呢 陆地植物它很多是可以营养繁殖的 甚至营养化 它会产生所谓的多细胞的分裂芽 所谓的繁殖体 比如说核本科植物 常常会在肌部产生肿筋 然后再产生芽体 这样的一个无性繁殖的方式 那有性繁殖的部分呢 从同型包子慢慢的再改变成异型包子 这里头的分类群涵盖了 缩小到石松、松叶绝、木雷绝类 书铁、银杏、松柏跟真花植物 还有麻黄类 辨论的方式很简单 其实只要看它有没有导管 有没有塞管 有没有分支状的包子体 基本上就很清楚去区分开了 好 那拉到下面这个小小的分支 我们称之为蕨类植物 这里头请记得连这个赖扣 VITAR都把它剔除掉 石松都把它剔除掉 这个所谓我们把它称之为 真蕨类植物的部分 其实涵盖了松叶、蕨、木雷 跟蕨类这三个部分 那这三个部分呢 其实它的特性也跟维管树植物一样 好 那 头 一名呢 基本上就是蕨类植物 但是呢 被什么蕨类植物把它移除掉 那整个包子体生长的结构很清楚 已经有金的结构 然后呢 通常叶针根的结构呢 也都产生了 那为什么会特别后面才把它拉出来 因为在某些原始的分类植呢 这个构造并还没有很清楚 或甚至有所谓的退化掉的 逆向演化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蕨类类 好 那 配子体生长的形形来讲呢 它其实是很不明显的原液体的 所以它有所谓的外生包子型跟内生包子型 但是是很不明显的原液体的一个构造 甚至有些就小小的成棍棒状 你不只继续找 甚至在土壤里面表面都找不到 并不好观察 但是呢 在它的包子体的部分呢 它有很清楚的尾管束 也产生了中柱的结构 中柱是非常重要 运出水分养分 虽然它是结果的构造 但在这里还是会讲到 一般来讲 这个所谓的蕨类植物呢 它是管状中柱 就是最原始最原始的 有一部分甚至是 所谓的原始中柱 那这个我们后面会仔细再去讲 好同样的呢 它的边毛的部分 也是所谓的边属 那也是只有在精细胞上面找得到 通常是二到二属标 无性繁殖等于是什么呢 它用很多的是营养体的结构 或者呢 它一样会产生这种无性多细胞的一个繁殖体 就是一个小小的芽出去 形成一个新的蜘蛛 有性繁殖 通常在整个蕨类里头是同型包子 但是呢 到了后面的真正的真蕨这个部分呢 开始进入到异形包子 所以在我们前面所讲的松叶绝 这些可能都还是同型包子 随着进入到真正我们在讲最下面的分支绝类的时候 它开始转变 那包含了松叶绝 木贼跟绝类这三个部分 好 那同始植物事实上只有小小这一块 所以我们在看的陆地植物其实就只有这里 包括了苏铁、银杏、宋国、麻黄跟真花 但这个其实是现在地球上你最容易看到 也是我们在看我们生活周遭最近最容易发现的一些物种 好 所以在这里头呢 它称之为种子植物 又称之为种子植物门 那包子体的构造很清楚 就是根精叶的构造 但是配子体的形态很麻烦 已经完全变成内生包子型的原液体 所以它事实上都被包子体包覆在里面 就像你今天熊的配子体只有在花粉出来之后 产生什么呢 两细胞三合的结构 所以已经会简化到非常非常的少细胞 而且非常的结构简单 但是非常有效率的这种所谓的原液体的配子体 好 那它基本上来讲呢 这些种子植物其实都是所谓的真宗柱 我们后面会再讲到 课的脚要这个部分都会讲什么是真正的真宗柱 有没有鞭毛 很不幸的还是有一点点有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在这里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它在Spring Cell的地方呢 还是有这样的构造 那有性繁殖呢 你所看到的基本上来讲 它的包子都是异形包子 像一般的配子植物 它在形成熊配子体的最原始来源 是Microsperangia 就是所谓的小包子母细胞 形成磁性的这个部分 会是Megasperangia 大包子母细胞 所以它很清楚就是异形包子 那一边走向就是走向于胚竹 一边走向就是走向于花粉 那这里头包含了 梳田、银杏、松柏、麻黄跟真花 其实我们在讲的 罗子植物这个部分也不是单一细群 它也是很早就分离开来 那辩论的方子 这个地方都有种子 基本上除了甘子叶植物的部分 你都可以找到木植的结构 还有它都是真宗柱 那生长的环境呢 其实整个这个大气候里头 包括海洋环境 包含了淡水环境 包含了陆地环境 其实都可以长得起来 所以大致上来讲呢 只要有光线到达 可以让它进行光合作用的区块 它都可以长得起来 所以比如说海洋环境里头 这里头枣类也有 属于河本科的海草也有 一样都可以长得起来 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生物的群落 那淡水环境里头同样的 湖泊溪流池塘 这里头呢 其实也都找得到 就最简单你带一条干净的溪流 你把石头拿起来 你才把表面刷一刷 回来黎丸心之后 写文心下面看 你一样可以看到这些 具有光合作用粘粒的生物 那同样的呢 台湾现在其实比较少见 像在台湾的高山湖 我有时候会看到 很多沉水性的植物 比如说在鸳鸯湖 有所谓的东亚黑山林 比如说在鸳鸣山的什么呢 孟幻湖有台湾水酒 那这些呢 同样的在这些棋底中 最不同的分类群里面的 藍绿细菌一直到什么呢 河本坑都找得到 那陆地环境就更多 更有各种的适应机制 包含了沙漠 比如说在美国阿里隆纳 这种水的巨大线人长 有一段时间他们当地 把它拿来练把用 你的西部拓荒石的时候 很好拿来拉目标 当然现在也不行 好 那各种环境底下 事实上来讲都有生物 光合作用生物的可以存活下来 所以到一个地方 其实你要去找各种的 具有光合作用的生物 不是只有单纯的这些 被子植物 罗子植物 其实还有很多 那我们回过头来 再去看一下我们在讲的枣 到底包含了哪些 其实从头到尾就真的不是单纯的单细群 罗枣在这里 窝边毛枣在这里 红枣在这里 细枣在这里 河枣在这里 玉枣在这里 玉枣在这里 所以它就是一个病细群 或多细群的一个关系 所以为什么每一个分类群 我当年在念的时候那么痛苦 因为我们刚开始根本不清楚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念出的时候 还没有所谓的分次系统学的 根本还没有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什么呢 被教的这个部分就是硬背 反正你觉得背就对 为什么 因为根本整理不出个作意来 但是还好那个时候呢 我们也教我们这门课的老师非常的好 他真的帮我们整理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事实上来讲 从它的外部的结构 从它的各种色素 还有各种结构 我们可以慢慢的自己把它建立一套系统出来 那这也是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去建立一个方式 比如在讲的所谓的黴菌 其实上涵盖了这一大部分 包含的黏菌 包含的这一边 包含的软菌 包含的我们下面说讲的 瓶湖菌 结合菌 脂囊菌 丹子菌 通通在里面 所以也不是丹系群 苔藓植物 其实也一样 我刚开始念的时候 那个地前那么平的 贴在地面的 怎么可能跟图马中 两个论在一起 但那时候一开始跟你讲说 苔藓植物 一个是苔 一个是蟌 反正就是这样被教的 后来慢慢的把整个什么呢 结构构造分离清楚之后的 其实蟹 脚蟹跟排类呢 有很好的区分的方式 后面会讲到 好 那绝类植物通通一样 石松中叶绝 木贼跟绝类 事实上我们现在讲的 被放在真正绝类研究的 其实是这一块 只有下面这个所谓的绝类 那广义的绝类 事实上包含了 从石松开始 石松中叶绝 木贼跟绝类 这几个部分 好 那螺子植物 这边 苏铁 银杏 松柏 麻黄 同样的也不是一个单细群 同样也是各自独立的分支 所以你们可以 仔细去想一下 你们所看到的苏铁 不管是琉球苏铁 不管是台湾苏铁 你可以把它跟一般的松树 连在一起吗 根本差异很大 你甚至看苏铁了之后 你搞不好还比较像海藻 为什么 因为那个形态上差异非常的大 但是如果说以它的繁殖构造来讲 对不起 它们的种子外面都没有包袱 它们都没有脂肪的构造 它们就是大包子 也下面一个胚株 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统称为多子植物 但是它们是很早就区分开来的分类群 好 到这种问题 我今天把简介的部分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